我们鼓励人祈祷 就不要只叫人祈祷 就是说 神很体重我们 很体重你的 祂亦都很关心你的事 很想帮你的 当你一亲近神 亲近神的时候 神就很欢喜的 你爱神 神就为你预备 你想都想不到的恩典 眼睛没人看见 耳朵没人听见 人心没人想到 祂是很想祝福你的 所以祈祷的时候 可以放心 神是会跟你一起 神会回应你的 祂会住在你里面 祂也尝在你里面 你就多结果子 那这个呢 就是说你亲近神 而不是只是求 我们都可以有些指示性 有些人祈祷只是一个清单 我要什么 我要钱 我要份工 我要老公老婆 我要生儿子 譬如这样 清单的祈祷 反而果效是强的 但是 真是很想爱神 很想走神的路 反而神起于那个人 就更加开路 我很感谢神 譬如 我的心就是什么呢 我就很想祝福更多人 神现在在开路 这个是恩典来的 我就不是期望 那个事工有多大 我是期望影响到人 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或者想受训练的人 神就开 чего 我们就试了想想要其他 即是想想想想 如果我想鼓励人 侍奉神怎么说呢 不是只要是奉神 有什么方法说 大家想想看 给大家ины 我们鼓励跟他人 可以说 神很体重人 不斤是奉 为什么呢 因为神想救更多人 神想提升更多人的生命 所以有人的这个 devices 我想救更多人,我想提升人的生命 神是很欢喜的 有这个心,你又亲近神,神就将智慧给你 给你能力给你,给你机会给你 为你开阔的路 你越进入,他就越给更多的恩智 更多的能力,更多的智慧,即时带领 所以这个呢,侍奉的人 这么多好行为,神最体重是侍奉 侍奉的意思是传福音或者建立人的灵明 不是只是做一些事情,是帮人的生命 帮人的灵明,这些神一定会欢喜 那这些说话呢,就会令到人有动力 你侍奉呢,神很喜欢的 你不用一定做大的事 你开始为人祈祷,关心人 神就在那里拍掌,神就在那里笑 那这些说话呢,就会令到人有这个动力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